第三年代T台禁電視三立民是要詢問 請問院長現金發6000 時間上以及金額上會來得及嗎 那傳出以及還有時辰已經確定了嗎 那還稅漁民兩度法夾彎 那外界質疑是選在內閣改組前 是不是隔魁的保衛站 極端型氣候 連小小的台灣南北差異都很大 像今天北部還陰雨沒眠 但南部艷陽高照 北部的水庫都要多到水調節性放水 但南部像我們徵溫水庫只剩28% 所以我們很感謝農民各界大家一起配合 政府也都有配套措施 這就是政府都要準備應付不時之需 那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常常可以看到收入稅增有短增的情況 舉例來說像2009年國民黨執政就曾經短增了兩千多億人 但蔡總統上任以來 我們看到年年 實增數都比預算數多出很多 所以這是行政效率跟全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那蔡總統在12月31日主持國安財經相關的會議中 明確做了三點財事 就其中一千八百億 就是要留作 應對不時之需 並讓選民共享經濟成果 行政院雖然在年假休息中 各部會也都大家一起來開會 並且在演你相關 怎麼樣落實總統三點財事 那對於一千八百億 準備預留四百億來應付 不時之需 但其一千四百億 來讓全民從小到老 能夠共享經濟成果 每人六千元 那相關的法源 以及應該怎麼發放的軟體設計等等 各部會正在盤整 預算的編列 都必須要有很綿密的作業 我們現在密集在進行中 一 定案後就會經由行政院會通過在送請立法院審議 我們希望開村以後就能給全民一個新村的祝福 但這些都必須要有綿密的作業及立法院的同意 那不需要再經修法程序 我們也特別讓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的民眾 能夠得到及時的溫暖 所以今天下午我交代衛福部 約請各縣市政府的社會局長 大家一起來商量 中央會把錢撥到地方 希望地方政府趕快作業 最快能夠在農曆過年前 讓低收入戶每人750塊 中低收入戶每人500塊的加花 能夠每個月入帳 那同時 我們能夠今年一年都照這樣來做 希望全民共同努力的經濟成果 國家應對 讓勞健保能夠永續 讓台電為大家節約 用電各方面也能繼續經營 電價也能穩定 同時也能強韌經濟 來在最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還能在經濟發展 建立良好的基礎 希望國人同胞 大家知道政府調整重擔 其實非常不簡單 都是以全民的福利來著想 以國家的現在跟未來的基礎來著想 希望大家一起來支持 好 教授 教授 教授